各位好,我是冰子 72魔神是以歼面MA为目的诞生的GT 除了本身的高性能外 它们还会在开发过程中融入各种新技术进行升级改造 也为牌位靠后的魔神提供进一步的改进数据和经验 而这次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些高达的极大称之作 牌位第71的魔神,丹塔林 丹塔林,编号ASWG71,高18米,重27.1吨 登场于街机卡牌游戏三重世纪 铁铁外传漫画月刚 驾驶人为扎迪尔·扎尔姆福特 是七星旗下名门扎尔姆福特家的长子 因为对妹妹的生死存有疑问 所以盗走自己家族的象征丹塔林 并化名为扎扎法索单独进行调查 相比大部分魔神,丹塔林的外貌要显得更加独特 配色是我们很熟悉的蓝白配色 头部虽然也有威斯天线 不过和同行们一比,就显得非常细效 胸部依旧有魔神必备的两极亚哈反应炉 驾驶舱的阿赖耶式系统已经移除 区别其他魔神直接装在身上的特色武装 丹塔林的本体显得非常瘦弱 骨架部分很多都是直接暴露在外 给人一种骷髅的感觉 因此这个形态也被很直接的称为是裸装 不过看归看,实际上这个形态还是设置有轻装甲 在重力环境和殖民卫星上 都能发挥出优秀的机动性和优秀的格斗战能力 而且这种裸装设计也是为了跟各种强力的装备组件进行配合 主武器是一支折叠枪刃,刺刀步枪 步枪模式重置射程和精度 而在冲锋枪模式下则通过高射速牵制敌人 折叠部分即使步枪枪管也是实体刀刃 既可以直接向敌人挥砍 也可以配合自身的高机动实现更灵活的战术 虽然是很实用的武器 但以大量魔神的实战资料为基础制造出来的本机 怎么可能只有这一点火力 它最重要的组件就是两个多功能大型背包 T型推进器和B型推进器 既可以直接安装在背部当作大型推进器 获得非常强劲的推进力 也可以变形合体 包裹住裸装的上半身和下半身 此时的形态被称为是T型半风帽和B型半风帽 T型为丹塔林增加了一副巨拳 原本千锡的双臂会收纳在风帽里 以粗壮的拳击来将装甲击碎 造型颇有红异端猩猩币 以及TR系列巨神装的味道 B型则包裹住下肢 为丹塔林增加了一对长腿 通过怒涛华翼的T机将敌人击溃 除此之外 丹塔林还有各种各样的装备 宙斯盾 装载了两门自动加农炮的攻防一体盾牌 除了炮击和用来防御之外 也可以作为穿刺武器来用 雷神化弹炮 枪身巨大 运用不是很方便 但威力也要更强 可以和B型推进器结合 进行超长距离的高速狙击 以大型尸体炮弹将敌机直接射爆 在辅助推进器 提高机动性和修正轨道 既可以安装在裸装的手臂上 也可以安装在T型半封帽的手臂 通过推进器的加速度造成更大伤害 在把B型和T型推进器全部搭载时 就是丹塔林更进一步的形态 全推进和全封帽 而全封帽的基础上 再增加其他装备 就是丹塔林的最终形态 完美封帽 利刃 后甲 火炮 重圈 在运用各种武器的同时 其身材也从原来的骷髅变成一位壮汉 完全看不出之前的瘦弱感 宛如巨人的身躯 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位魔神 这时的丹塔林 一击就可执行守卫和镇压据点的任务 虽然在恶极战 有着阿古尼卡卡耶鲁这种 只靠巴耶利的性能 就能和MA一较高下的超级猛男 但不可否认 武器装备的升级 对于歼免MA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从一开始的巴耶利 更多是依靠驾驶员自身优秀素质的机体 升级到亚斯塔路 马克西亚斯装备有特殊结构或者特殊装备的魔神 而在这种思路下 以大量魔神的技术经验 实战数据为基础 反复进行大规模设计变更 得到的最终机体 就是这台排位第71的魔神 丹塔林 能够运用各种选配冰装来应对各种战局 而在冰装全部装备后 又可以获得远超一般魔神的战斗力 这种强大的特性 并丹塔林就算是在恶极战的最末期 也拿到了相当忧郁的战果 而时间来到300年后 现在的丹塔林 被扎尔姆特加的长子擅自偷走 寻找据说已经遇难的妹妹 也因此与救喜妹妹的漫漫岁月多次接触 并和该组织的亚斯塔路复兴型多次交受 但因为他偷走的是没有戴什么装备的裸装 所以没有展现出特别离谱的性能 而在之后 他被漫漫岁月告知 自己家族与非洲联合长期勾结 以及栽赃陷害持有吉蒙里的名门纳提拉加的事实 扎蒂尔先生和现任家主 也就是自己的父亲确认 在被证实之后 就打算假意接受这样的家族 并给丹塔林涂上了扎尔姆特加灰的配色 带上两把刺刀步枪和T型推进器 来和亚斯塔路复兴型交战 起初他只用两把步枪战斗 但被直接打掉 就在亚斯塔路以为没有武器的时候 丹塔林的背包变成一副剧拳 以T型扮风帽继续作战 一把抓住亚斯塔路 把他扔到殖民地的外壁上 但亚斯塔路也没有座椅待毙 抬起砍刀发射刀中的尖钉 从而决定胜负 不过这一切正如扎迪尔所愿 他之所以闹出如此大的动静 还把亚斯塔路推到殖民卫星上 就是为了引起亚里安罗德舰队 也就是莱斯达尔·艾里安的注意意 在他们的介入下 以法里德公事件为刀活索 自己家族的步伐行为得以曝光 而丹塔林的战斗 也就以这种完全没处理的样子 画上句号 不过关于这位魔神 还有一段小插曲 据三日月的描述 他曾经做过一个梦 他梦到丹塔林和巴巴托斯 一起迎战哈斯蒙 并且不只是他 招呼和西诺也都有梦见 不过据他们的描述来看 三人见到的都是丹塔林不同的形态 虽然称之为梦 但我们都知道 三人连丹塔林的面都没见过 又怎么会梦到 这明显是各自机体中 恶机战的数据流入脑内造成的影像 在300年前 丹塔林苏和他们都有交集 同时这也传达了另一个情报 那就是直到恶机战的最末期 巴巴托斯正位排位第八的魔神 依旧活跃在狩猎昧的战场上 觉得还不错的话 欢迎一键三连和关注我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创作的 DONIA 我是小兵子 如果有下期的话 我们下期再见